指考各校榜首抢读医科法律 大学指考成绩昨公布 各校也开出榜首人物 台北建国中学三类组榜首黄博豪 成绩565分 当时学策考75级分 应一心想念台大医学系 只填一个志愿落榜 所以力拼指考 医科应该是比较有 感觉是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帮助更多的 是一个很多责任 那我觉得我也会把它扛下来 比较想要玩 比较少人去做 那总是要人去做 而建中第一类组榜首许伯军 总分535.8分 因小学时父亲经商失败 遭人上门追债 榜屋被查封拍卖 加上他饥饿如愁的个性 看到恐龙判决会一肚子火 因此立志要念台大法律系 成为正义的检察官 北一女中一类组榜首蔡佳燕 总分542.9分 第一志愿也是台大法律系 之前模拟考的时候 也没有考到全校最高分过 然后就觉得还蛮意外的 我想要考上法律系 想要学哪一间学校 台大的 而二类组的榜首吴若玄 总分477.2分 目标是台大牙医系 向父亲看齐 比较有可能选牙医系 因为爸爸是牙医 会有一点兴趣 是因为从小就看 所以比较有熟悉感 三类组榜首李戴玲 总分543.2分 她小学时被诊断 罹患第一型糖尿病 每天都得随身携带小邦谱 随时打胰岛素 进入体内控制血糖 很有个性的她 曾为了制服问题 跟教官呛下 就是反正穿着衣服不舒服嘛 然后所以我就也是被登记了红单 然后我就很不开心 然后就去找教官呛下 然后就说我要裸体来上学 当然第一支援是台大医学系 小学的时候得第一型糖尿病 对然后所以就对 就是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宜兰罗东高中 泰雅族正妹占玉文 总分460.9分 加分后可达622.2分 殷辛腾族人就医不变 将选填台大医学系 自己也是原主理嘛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族人 就是分道的资源可能相对比较少 就觉得想要服务 高雄中学三类组榜首蔡炫奇 总分546.2分 也是台大医科候选人 免医学或神经科学之类 就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才会选择一学系 多才多艺的他不但小学跳级 还曾用英文参加物理辩论 同时也是雄中弦乐社 小提琴二部首席 第二类组榜首黄义安 总分467.8分 计划选填医科同时当业余作家 因为我爸妈也是鼓励我说 去念医学 可是我可以把作家当成是我业余的 董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